一辆红牌重机行进新北市新庄区 遇到小黄突然左切惨遭撞上 骑士被撞到整个人翻过了分隔岛 摔到对象车道 还好当时没有来车 另外在桃园市一群人竞速飙车 结果骑士油门吹过头 机车撞成一团 小黄约几月过来 最后直接从车道挤掉红牌重机 骑士和重机人车分离 当场翻过分隔岛摔到对象 刚过去的时候人是懵的啦 可是很幸运的是对面没有车就是 简直吓出一身冷汗 好在没有来车 否则恐怕小命不保 当时骑士正要去买东西 经过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上 小黄司机变换车道 竟然没打方向灯 把他撞飞出去 没打方向灯最高可罚3600元 事实上这名小黄司机 过四个月就满70岁 无法再职业 至于在桃园市则是出现车距 竞速飙车 结果油门一吹 手吹油门人后仰想耍帅 哪知道油门吹过头 也不看路这下球大了 大家撞成一团 不过一伙人在马路 嚣张竞速警方也没再客气 接获检举抓到逆向行驶 闯红等等超过十件 交通违规 针对影片中涉嫌禁速机车歧视 将调阅监视录影画面 禁速通知道案说明 并以公共危险罪行正办 马路当赛道危险当有趣 想飙车罚单找上门 记者新北桃园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